近日,中国海军令无二地海军舰艇编队 以战备训练状态顺利通过国际日系变更线 再次进入西半球国际水域的新闻 究竟引发了西方媒体的哪些热议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 中国海军开启了下脚资的快速发展模式 中国战舰整体水平从此也水涨船高 所以支撑起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御型 向远洋战略型的逐步转变 就在近期,以呼和号特舰打头阵领衔的 我海军令无二地舰艇编队正式开始远洋巡航征程 他们以战备状态引人注目地穿越了国际日系变更线 一直以来,以美军为首的西方发达军事国家 自以为德纪做的最多的一件事 就是以将各类军舰开到别人家门口 肆意妄为的挑衅一番 而就在中国,以举全国之力面对新冠肺炎时 美军舰艇又三番五次跑到我国家门口 丑陋的频频亮相 这就连一些美国人自己都深感无畏无趣 近年来,我海军编队通过公骨海峡 潜出太平洋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就在去年7月份 中国海军两批舰队曾在一周之内 一前一后交替通过公骨海峡 一批前往南太进行军事训练 另一批结束亚丁湾护航任务胜利返航 而此次052D舰队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 在南太海域进行演习 也就意味着中国海军再次突破了美军所划分的 所谓三条岛链 只逼西半球美军的家门口了 虽然美国海军仍然投顶世界海军第一强国的帽子 但其实美国海军除了几艘老旧航母以外 美军的新航母福特级航母的首舰 由于疾病缠身 不得不退回船长返修 起码要推迟到2024年后才能开始部署 而单纯以驱逐舰的性能来衡量一下 美军已经没有什么能拿到出手的舰艇 来抗衡中国海军最新式的055大区 甚至是052D 以面临淘汰的滨海战斗舰 对于052D来说 压根就如同小儿科的靶船一样 一打一个准 而美军其他现役海军舰艇 对于战力仅次于055大区的052D来说 也太过老旧 确实是不堪大用 052D已经突破第三岛链 以战备状态进入西半球 引发了西方媒体 包括美国媒体的一片热议 妹妹 我们的海军还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舰艇 可以出来拦截052D 如果是中国海军派出装上DF17的05大区过来 又咋办 难道出动航母去拦截驱逐舰吗 这不是被05大区直接拍死